截止目前,火箭队本次季以33升24次的战绩,立即西部第五,距离西部第四的开拓者队,只有一个上场,但是对于本次季的火箭队能双排名西部第五,绝对不是球鱼们对于他们的趋样,特别是在下天火箭队先后几次操作,更是拆出了人们的物量,这其中就包括他们以四名1.6亿美元是约克里斯·保罗, 放早球队光兴阿里扎,以及封线巴默克,虽然莫罗也在夏天通过签约队与火箭队进行补强,但是今天来看,他的极底签约,都已经宣告失败,在昨天,火箭群民作为期待的买基夫·莫里夫签约楼平,更是让火箭队利用马弹市场补强的愿望内空,而楼平队在法罗·乔治,以及莉莎的双核弹洞下,他们为军西部第三, 保罗·乔治更是打出了NMP的表现,在补强马基斯·莫里斯后,很多球迷和媒体都对于本赛季的楼平充满期待, 我知道楼平队本赛季的超级失质税,已经达到了6700万美元, 至于火箭队在交易节指约交易,走了球队中万人或莫里斯·莫里斯·莫里斯形成了先鸣的地底, 很多球迷都打马头队转了火箭队的总经理莫罗, 下篇给保罗赴千万年薪,舍不得给阿里扎1500万,放走巴默克, 这一系列操作,都让本赛季的火箭队相当被告, 他们上赛季的防守荡然无存, 虽然赛季中期莫罗先后千语小语,以及巴里埃德, 但是在交易截止日的一系列操作,又回到了精打细算的莫罗, 与雷霆的地底,也让很多球迷和媒体, 对于火箭队的做法解释不解, 难道他们真的在弄费哈根的巅峰? 其实,美国很多媒体,也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, 火箭迷军的窘境,让内容艺人飞锅并不公平, 其实火箭队老板在买地盘, 在从严历山带手里买下球队的时候, 已经是举权不身家, 在得罢保罗后,火箭队也在次次喘入西部决算, 在此情况下瑟尔地盘,决定留下保罗, 虽然在不同场合, 瑟尔地盘也表示,火箭队不会另做缴纳失尺碎, 但是从内容的一系列操作来看, 火箭老板依旧奋行的精打细算, 如今,在买断市场, 基本上没有可怨之人, 火箭也只剩下天回豪斯一条路可走, 本赛季的哈登, 已经打出了职业生产的冰封, 但是火箭队却没有给他找到何时的帮手, 大卫斯以及胡杜的帽具依旧继续, 或许第九的将来, 哈登也会逼勾火箭管理层, 对不起,